好 山智会不会有霸王色 我觉得山智会有霸王色 之前在山智在单个岛片和欧文的那次交锋之中 其实欧文事实之中都没有发现是山智 山智的速度太快了 那整个一系列的过程 那山智迅速的攻击了欧文 然后快速的这个离开现场 那在山智低中欧文的瞬间 你可以明显看到山智带出了这个霸王色脉冲的特效 那这个特效很可能就是山智在未来会显现出霸王色的一个伏笔 在和中国片山智打败奎音的这个魔神风角的那个闪电特效 它明显不是霸王色的特效 它是山智现在新体现出的闪电的技能 那霸王色脉冲的特效 游戏的蛋糕岛片山智攻击欧文的霸王色脉冲的特效 可能就是山智具备霸王色的一个伏笔 还有一个伏笔就是在鱼人岛片的时候 路飞展现霸王色的时候 山智和索隆都体现出了对此情形的一种 在情理之中的一个反应 他们觉得路飞拥有霸王色是应该的 侧面也反映出他们两个人都知道霸王色 那索隆现在已经展现出了霸王色了 山智当然也会拥有霸王色的 这是肯定的 山智霸王色的环节其实完完我都想好了 那涉及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以后我再会跟大家说 最后再总结来说的话 你想啊 作为海贼王的左膀右臂 作为三大主力之一 山智没有霸王色真的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从各个层面来说 山智在未来是一定会有霸王色的 作为王之双翼 作为海贼王的左翼和左手 山智必将在未来展现出 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霸王色 作为王之一